經過這個四場舞臺的考驗 終於到了今天 發佈這個成績的時刻了 排名前二十六名少年 將進入下一個賽段 獲得第一名的少年 李希凱 李希凱 我想要說老段 老段我在等你 我們A四少年 羅傑 你 我 羅傑已經退賽了 如果你也不在的話 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往前衝 沒事 你是那個有選擇權的人 你的成長伙伴的第一理想 能選是 我覺得毫無疑問是李希凱吧 就是 就莫名其妙地 就從一開始進來 就和他一個宿舍 一直到現在 好像就一直在一塊 然後也沒有分開過 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 不知道到時候 我們會奮發出 什麼樣的能量 讓他們見識一下 什麼叫Monster 劉希凱 劉希凱 到目前為止 全場最好最好的表演 哇 我覺得這組好猛 一上來包括整個氣勢 最抓眼球 而且最有表現的慾望的 我覺得是小宇 你們這一組 因為整個實力都很強 特別是李希凱 恭喜你們 五位順利進港 第一位少年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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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李希凱 李希凱 等我 現在 請你們開始集結 屬於你們的隊員 段世宇 老段舞蹈特別棒 然後他唱歌特別好聽 而且老段在性格上面 也很有趣 像一個寶藏一樣 所以這是我一個 理想的團員 最能可能懂我的吧 就是李希凱 我們之間會 每天會互相盯著對方 就是 如果看到你這邊 有一些問題或者毛病 都會提對方去改正 去改變 我們將按照第一場 公演的個人成績 由低到高 依次進行選擇 最後一位選擇的是李希凱 我家大門窗打開 好 李希凱 替換掉了楊超文 隊員有延安 林默 還有詹世偉 李希凱 羅傑 孫不淮 怎麼回事啊 這些人 尤其是李希凱 天天跟我一組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首歌 因為老段選擇了這首歌 就因為有一個這種 很有默契的人在的話 我就從一開始奠定了一個 就比較和諧的基礎 我們可以有一些想法 然後就 就是互相溝通 然後白天在練習室 一起練 然後回宿舍也可以一起練 那接下來 根據《少年續航官》 過去十六個小時階段的助力值 那接下來 第一名的少年 進行第一次的隊友選擇 和歌曲選擇 我要選出我的屁股 喂 喂 兄弟 你剛才懷疑了沒有 覺得我會打電話 你不知道我真的 那麼你就過來吧 好 說來就來 昨天在仔細地聽了賽制之後 我大致地能知道 即使我救了段選一周的時間 就別人不能幫他投票 也就是說 他跟不需要被拯救的人比起來 他就縮短了一周的時間 所以我還希望他能靠著自己 就萬一沒靠住的話 那我可以保他 大家也可以再多一輪的舞台這樣子 兄弟啊 我絕對不會拖以後腿的 我會努力到最後 我們一起燃炸舞台 兄弟齊心 Days 今天已經到第三場公演了 怎麼能夠讓大家記得住你們 我覺得大家有進步 這個我們得要認可 我知道你們私下付出了很多東西 但是不齊就是不齊 郭忠祐姐姐一切就都得用舞臺說話 那這次就是栽了 主愛 沒辦法 能夠進入下一個賽段的名額 僅剩兩席 那這兩席的位置 將會在 李浩 陳依辰 段旭 老段 子瑜 你們四位當中產生 我想問一下這四位少年 如果你們今天就要離開這裡 你的未來是什麼打算 其實我做這一行可能是這裡面比較久的人之一了 你應該會不會 我應該會不會 你應該會不會